粉絲一直在直播間裡面問我說 你怎麼還不回家過年 你怎麼還不回台灣過年 我只能說 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是有家可以回去過年的 我家裡面的家人 他們都不在了 我其實真的不喜歡過年 但是因為沒辦法 我有吃這碗飯 我每天化好妝以後 就要坐在那肚年大吉 恭喜發財 我就是吃這碗飯的 所以我要給大家祝福 但是每天這個人一直問我 你為什麼不回家 你為什麼不回家過年 現在是除夕夜了 零點 零點半吧 其實是小年夜 我剛下播 哇 聽到有人在放炮了 前天晚上呢 很多人看到我在直播間哭了 因為總是有粉絲一直在直播間裡面問我說 你怎麼還不回家過年 你怎麼還不回台灣過年 我只能說 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是有家可以回去過年的 你有家可以回去過年 那是因為 你很幸運 你下班的時候 無論幾點 都有人給你做飯 有個亮著燈的房間 那叫家 那早上可能 有人給你做早餐 叫你起床 那個 一直叫你起床了 那叫家 你在外面出差 有人給你電話 問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幾點下班啊 有人在的地方 那才叫家 但問題是 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沒有家的 除了直播間裡面 每天鼓勵我 告訴我要堅強別哭的人 其他 我家裡面的家人 他們都不在啊 總是有人說 那你媽呢 你媽不還活著嗎 是啊 活著啊 但是 你以為世界上 每個人都像你一樣 媽媽在家裡嗎 她活著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我有多大 她就改嫁多久啊 她有自己的兒子 她有自己的老公 我從有印象以來 我的媽媽就在別人的家裡當媽媽 照顧我的 一直都是我爺爺奶奶 照顧我的一直都是他們兩個 那我爸他也結婚了 但是他 結婚以後也沒有帶我過去 我跟弟弟是 他留下來 留到家裡給爺爺奶奶照顧的 他也有自己的妻子 還有新的孩子 這樣子 我其實真的不喜歡過年 但是因為沒辦法 我要吃這碗飯 我每天化好妝以後 就要坐在那肚年大集 恭喜發財 我就是吃這碗飯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祝福 但是每天這個人一直問我 你為什麼不回家 你為什麼不回家過年 但是你們每天在直播間一直問我 你為什麼不回家 你為什麼不回家過年 真的會把我問崩潰 我其實不喜歡過年 我其實不想哭 但是 你們一直問我 就會把我問得很崩潰 我眼淚照就已經 我以為我已經流乾了 我十幾年前就哭過了 可是 你們在直播間一直問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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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很好的直播 我不喜歡過年 我不喜歡過長秋節 我也不喜歡過專務節 我只過中月節 七筆子 還有除夕少子 七大錢我都不過 我們是不喜歡的 留意 我真的不喜歡 你看那些情緒 我真的不喜歡 你最喜歡 平常